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永远摘掉穷人的帽子 一番努力打拼之后 他终于如愿以偿 不仅有了车 有了房 还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公司 然而富足的物质生活并未带给他真正的幸福 虚空痛苦中他开始反思 这十几年他一直为钱奋斗 为钱活着 到最后自己究竟收获了什么 到底该追求怎样的人生才有意义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经历 魏晓 你好 你好 听说你二十出头就开办了自己的公司 是 也算是个女强人了 你在事业上这么拼 跟你小时候的家庭成长环境有关系吗 有啊 小时候我家很穷 这亲戚邻居都瞧不起我们 邻居家的小孩也不跟我玩 记得有一次 我很高兴地去找邻居家的小孩玩 我快走到他家门口时啊 他突然把大门给关上了 这一幕啊 就像烙印一样 刻在我童年的记忆里 我的自尊心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上学后呢 同学和老师也瞧不起我 当我看到别人家的小孩 拥有好的书包啊 铅笔盒和漂亮的衣服 我一样都没有 我就天天盼着 哎呀 我家如果能像别人家一样有钱 该多好啊 这样我就不会被人瞧不起了 嗯 在我十岁那年 因为一场意外的交通事故 家里又欠下很多债 父亲去亲亲家借钱吧 他们因着我家穷 都不敢借给我们 从那之后啊 父亲就整天愁得爱声叹气 也经常在我耳边说 咱家呀 就是因为没有钱 这亲戚邻居啊 都瞧不起 长大后啊 你一定要为爹挣口气 只有多挣钱啊 才能被人瞧得起 嗯 父亲的这些话 对你来说影响很大吧 嗯 是啊 我立志长大后啊 一定要挣很多很多的钱 过上人上人的生活 永远摘掉这顶穷人的毛子 让那些曾经瞧不起我们的人 刮目相看 哦 哎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做生意的 哦 嗯 初中没毕业 我就跟着父亲学做生意了 哦 大概在一九九六年的时候 我父亲做起了货运中介生意 几年后呢 我们家的生意越做越红火 不仅债务还清了 又买了一辆货车 哦 还配置了电话和手机 嗯 自从我们家有了钱之后啊 以往瞧不起我们的亲戚邻居 也开始与我们走动了 不管走到哪里啊 还能得到人的高看 我终于也能听起腰板走路了 那时的我就更加认定 人活在这个世上 就必须得多挣钱 手里有了钱 才能被人瞧得起 哦 嗯 哎 那后来你是什么时候 接受神的末世做工的 嗯 那是一九九九年 哦 刚开始我心神热心挺大 嗯 看到很多人 还没有来到神的面前 我就加入了川福音的行列中 后来我经常出去川福音 嗯 耽误了家里的生意 家人啊 就开始数了我 哦 你这小小年纪信什么神 再往外跑 就不跟你签话 嗯 那你听他们这么说 你怎么想的呀 我心想啊 如果我手里没有了钱 那不还得跟小时候 一样受人歧视吗 最后我没有胜过这个试探 放弃了金本分 哦 只是隔三差五的聚个会 嗯 那就一心扑在生意上了 嗯 后来随着生意越来越忙 我的心也离神远了 父亲又把家里的生意啊 全部交给我来经营 刚二十出头的我 就有了属于自己的事业 哦 当时我心里特别高兴 嗯 为了能挣更多的钱 成为一个女强人 我每天都绞性脑汁地联系各种货源 就是白天黑夜啊 都有接不完的电话 嗯 口渴了顾不上喝水 嗓子哑了也不舍地休息 经过一番努力 我终于攒下了将近十万块钱 呦 我也觉得值 嗯 后来 我看到 就是多数来我家洽谈生意的客户 都开着轿车 住的是楼房 而我却是 租住两间破旧的门面房 跟这些有钱人相比啊 我差得太远了 我就对自己说 不行 我还得继续努力 争取有一天 也能开上轿车 住上高楼 再拥有一个 属于自己的公司 这目标更高了 嗯 为了能早日实现自己的愿望 我比以前更加忙了 那些年我 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 经常累得是疲惫不堪 我也早早就落下了 神经性头疼病 这个头疼的时候就是 就像有很多根针在扎一样 加上电脑和手机的辐射 我常常恶心呕吐 压力太大了 是 为了缓解疼痛 我就用这个手指甲 就使劲地掐头皮 或者就把头往墙上猛撞 但是这些办法丝毫都减轻不了我的痛苦 就这样也没想到要歇一歇 头疼得实在支撑不住时 也想去医院做个检查 但是看到一张张百元大潮流进了我的腰包时 我又舍不得了 算了 现在挣钱的机会这么难得 趁我现在还年轻 我得趁这个机会多挣些钱 那后来愿望实现了 几年之后 我们有了车有了房 还注册了集装箱运输公司 每当我开着车到一些公司洽谈业务时 那些老板就对我投来一些赞许的目光 夸我这么年轻 就有了属于自己的一番事业 真的很能干 很多客户见到我 也张口闭口地喊我经理 朋友也夸我是女强人 逢年过节 就是我们一家人开着车 回农村老家的时候 很多邻居都前去围馆 夸我公公婆婆有福气 娶了一个这么能干的儿媳妇 听到这些夸赞的话 我心里是美滋滋的 那生意那么忙 你还有时间聚会读神的话吗 那些年我每天都在想着 怎么能挣到更多的钱 对信神的事啊 是越来越淡漠了 有时我没参加聚会 姊妹就来找我 但我根本没心思听姊妹交通 有时虽然去聚会了 但是心一直还在想着生意上的事 也就是走走过程 是 没达到什么过效 那当时你对信神的事这么冷淡 后来又是在一种什么样的背景之下 重新来到沈面前的呢 那时候虽然我每天都特别的忙碌 生意上并不像我想象的一帆风顺 交通事故啊 接二连三的发生 很多客户一直投钱运费 那几年损失的钱财就有几十万 不少 为了把赔进去的钱挣回来 我比之前花费的时间和精力 也更加倍了 每天超负荷的工作 我的身体严重投掷 头疼病也是越来越严重 每天都有一种生不如死的感觉 自从我们有了钱 丈夫每天都出去循环作乐 夜不归宿 还去赌博 挥获了很多钱 为此我们整天吵架 我经常是以泪洗面 感觉活着太痛苦了 虽然挣到了钱 但活得并不幸福 是 病痛的折磨 还有丈夫感情的背叛 这种环境不管谁领导 都是不小的打击啊 是 我就感觉特别的无助 又非常的不解 现在我的梦想已经实现了 车子房子和公司都有了 但是为什么 我一点都没感觉到幸福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啊 在我痛苦无助的时候 我想到了之前放在办公室里的神话语书记 我翻到了全能者的叹息 这篇神话读了起来 那会儿办公室里特别静 我从头一直往后看 当我读到最后一段的时候 神的话打动了我的心 是哪一段神的话 能给我们读一下吗 好 全能神说 人类离开了全能者的生命供应 不知道生为何 但又恐惧死亡 没有依靠 没有帮助 却仍旧不愿闭上双目 硬着头皮支撑着 没有灵魂直觉的肉体 苟活在这个世界上 你是这样没有盼望 他也是这样 没有目标的生存着 只有传说中的那一位圣者 将会拯救那些 在苦害中身淫 又苦盼他来到的人 这个信念 在没有知觉的人身上 迟迟不能实现 然而 人还是这样盼望着 全能者 怜悯这些受苦至深的人 同时又厌烦这些 根本就没有知觉的人 因为他要等待很久 才能得到从人来的答案 他要寻找 寻找你的心 寻找你的灵 给你水 给你食物 让你苏醒过来 不再干渴 不再饥饿 当你感觉到疲惫时 当你稍稍感觉 这个世间的一份苍凉时 不要迷茫 不要哭泣 全能神 守望者 随时都会拥抱你的到来 他就在你的身边守候 等待着你的回转 等待着你突然恢复记忆的那一天 知道你是从神那里走出来的 不知什么时候 迷失了方向 不知什么时候 昏迷在路中 又不知什么时候 有了父亲 更知道全能者 一直都守候在那里 等待着你的归来 已经很久 很久 他苦苦拔亡 等待着一个没有答案的回答 他的守候是无家的 为着人的心 为着人的灵 或许这个守候是无期限的 又或许这个守候已到了尽头 但你应该知道 如今你的心 你的灵 究竟在何处 当我读到 等待着一个没有答案的回答这话时 我沉睡的心 好像突然被唤醒了一样 我开始思索 有谁能做到 等待着一个没有答案的回答呢 只有神 只有神 才这样一直默默守候在人的身边 神的话 就像慈母一样 安抚着我手上的心灵 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那一刻 我感觉自己的心 离神恨近 新神这么多年 我从来没有认真赌过神的话 满脑子想的都是 怎么能挣到更多的钱 得到人的高看 我每天 一空痛苦 假无助 这一切的痛苦啊 都是因为我远离 躲避神的看顾保守造成的 是啊 人离开了神 就活在撒旦的愚弄苦害中啊 我在十年前就听到了神的声音 但我却没有好好珍惜神的拯救之恩 没有好好吃喝神的话 也没有尽上自己的奔分 我这么悲逆 神本又放弃我 一直默默地守候在我的身边 等着我的灰心传意 当我迷茫无助的时候 神的话 及时安抚我受伤的心灵 我不正常聚会 远离神的时候 神借着姊妹 一次次地帮助我 但我却不敢急 还心生抵触 一次次推脱神对我的拯救 我真是没有一点良心理智啊 我越想又懊悔自责 我哭着向神祷告 神啊 我错了 我恨自己 当初没有好好读你的话 一心钻在前眼里 我认为 有了钱就有了一切 但当我得到金钱和物质的享受之后 竟然是这么的虚空痛苦和无助 神啊 以前的道路 我选择错了 我以后想好好追求真理 重新走新神的路 祷告后啊 我心里感到 特别地踏实平安 此时的我就想 就像 大海里的一叶孤丑 饶到了亭国的港湾 又像一个 流浪多年的浪子 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有了从未有过的安全感 真是太感谢神 感谢神 只有来到神面前啊 才有真正的踏实与心安 这是拥有再多金钱和物质享受 都换不来的呀 是 后来啊 每次到了聚会时间 我就把家里的生意提前安排好 逐渐也能安心心来参加聚会 平时呢 我也抽出一些时间读神的话 在教会也尽上了本分 感谢神 可 有时生意和本分发生冲突的时候 我还会 身不由己地选择生意 耽误本分 为此 我的内心也很受煎熬 有时候我也在想 哎呀 我啥时候 能不受生意的影响 能安心尽本分呢 当我看到很多弟兄姊妹 懂得撇家舍业的传福音 我的心特别受触动 想想同样都是人 弟兄姊妹能做到 不顾一切的为神花费 为啥我就放不下呢 嗯 我多么希望自己有一天 也能全身心投入到 金本分的行列里 那该有多好啊 是啊 我一次次把这个想法 向神祷告 愿神加给我信心 使我有一天 也能放下生意 全身心为神花费 记得 2011年夏天 我的头疼病 也越发严重 实在支撑不住了 我就去了 市里的医院检查 检查结果什么样 医生对我说 你的头疼病 可能与你现在的工作 有关系 嗯 要想让你的病情减轻 最好的办法 就是别做这个生意了 否则 病情会越来越严重 嗯 听了医生的这一番话 我心里很清楚 是神给我开辟了出路 我很想接这个机会 跟家人说 我不能再继续做生意了 嗯 但一想到 我苦心经营了十年 才有了今天这样的成果 况且今年的生意 那么红火 有时一天就能 挣五千多元 如果放弃了 那这些年联系的客户 也都得被同行抢走了 最后 我没能胜过钱财的诱惑 忍着病痛的折磨 又坚持干了几个月 哦 虽然挣了不少钱 但我并不高兴 想到之前 我向神祷告 愿意放下生意 为神花费 可我现在 还是抓着钱财不放手 我心里特别受控告 于是啊 我又向神祷告 愿神能帮助我 使我能放下生意 为神花费 除了祷告 你应该也看了一些 神的话吧 嗯 一天我看到神的话说 嗯 现在在你们每个人面前 放一些钱财 让你们自由选择 而且不定你们的罪 那你们多数人 都会选择钱财 而放弃真理 好一点的人 会割舍掉钱财 勉强选择真理 居于中间的人 会一手抓钱 一手抓真理 这样你们的真正面目 不就不言而喻了吗 对于任何一样 你们忠于的东西 与真理之间 你们都会这样选择 你们的态度 仍会是这样的 不是吗 你们中间的很多人 不都在是与非之间 徘徊过了吗 家庭于神 儿女与神 和睦与破裂 富足与贫穷 地位与平凡 被拥护与被弃绝 等等一切正与反 黑与白的斗争中 你们选择了什么 想必你们不会不知道吧 和睦的家庭 与破裂的家庭之间 你们选择了前者 而且毫不犹豫 钱财与本分之间 你们又选择了前者 甚至连回头上岸的心智 都没有 奢侈与贫苦之间 你们选择了前者 儿女 妻子 丈夫 与我之间 你们选择了前者 观念与真理之间 你们仍选择了前者 面对你们的种种恶行 简直让我对你们 失去了信心 简直让我吃惊 你们的心竟然如此不得软化 多年的心血 换来的竟会是 你们对我的放弃 与无可奈何 而我对你们的期望 却是与日俱增 因为我的日子 已经全部展示在 每个人的面前了 而你们现在 仍是在追求着黑暗的 邪恶的东西 不肯松手 这样 你们的结局会是怎么样呢 你们认真地想过吗 若是让你们重新选择一次 你们又会是怎样的态度呢 难道还会是前者吗 你们还给我的 仍会是失望与痛苦的忧伤吗 你们的心 仍会是仅有的一点温馨吗 你们仍然不知道 怎样做才能安慰我的心吗 此时 你们正在选择什么呢 是顺服 还是厌烦我的言语呢 面对神的句句问话 我陷入了反思 我想自己 曾多次向神祷告 说愿意放弃生意 全时间为神花费 但当我看到 每天几千元的收入时 我又舍不得放弃了 我这不是在欺骗神吗 是 想想自己这些年 虽然信神了 但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 都用在了做生意上 满脑子想的都是 如何能挣到更多的钱 对于自己该尽的本分 我却从来没有好好珍惜 每当本分和生意发生冲突的时候 我都是选择先满足自己的生意 把本分放在脑后不当回事 这些年我为了出人头地 完全成了金钱的奴隶 每天都在虚空和痛苦中挣扎 越来越堕落 尽管我一次次地背逆神 但神却一直没有放弃对我的拯救 当我为了忙生意 不能参加聚会时 神安排姊妹来扶持帮助我 临到丈夫的背叛 生意的艰难 加上我一身的病痛 活在痛苦无助中的时候 神用话语引导带领我 使我有了向往光明 好好追求真理的心智 是 当我放不下生意的时候 神又借着医生来劝导我 神一直在为我的生命担忧着急 在我身上付了太多的心血代价 而我却时刻都想着 怎么能多挣钱 心里一点都不考虑本分 我真是太自私了 现在啊 神还给我尽本分的机会 我一定要好好珍惜 为国度福音的扩展而花费 尽上收藏之物的本分 感谢神 听说后来有人为了勒索钱财 给你们家打恐吓电话 那是2011年冬的一天 有人夜里给我丈夫打恐吓电话 说我们得罪人了 并让丈夫第二天送去十万元买平安 否则就会卸掉丈夫的胳膊和腿 听到这话 我的心吓得蓬蓬直跳 这些场面 我只是在电视上看到过 没想到 却在现实生活中 亲身经历到了 现在的世道怎么这么乱呢 人形怎么这么险恶呀 是啊 想到自从我们家有了钱 我没有过上一天安静的日子 现在又遭来了意想不到的横货 那一刻啊 我就突然觉得 如果这个生意继续做下去 真的会引来杀神之祸 是啊 后来啊 我又陆续听到 以往来我家配货的 好几个货车司机 都死在了各种车祸中 听到他们死亡的消息 我简直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 他们中间年轻的只有二十多岁 年纪大的也就只有四十多岁 其中 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对夫妻 他们为了能多挣钱 不舍得顾四季 整天没白没黑的干 最后因着疲劳驾驶 出了车祸 夫妻二人都死在了车上 这些人的死 对你触动很大吧 是啊 虽然他们也挣到了一些钱 但是命却没了 要这些钱又有啥用啊 是啊 我想到主耶稣说 人若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是啊 我想这些年啊 我一心追求做人上人 每天就像一部机器一样 没白没黑的干 虽然我挣到了一些钱 也得到了别人的夸赞和高看 但我没有感觉到 任何的快乐和享受 反而越来越虚空痛苦 为了挣钱 我得了一身的病 头疼得厉害了 宁愿撞墙 也不舍得停下挣钱的脚步 看到钱财已经把我牢牢地捆绑住了 这金钱啊 就是一把杀人不眨眼的刀 是残害人的罪魁活手啊 真的是这样啊 如果我还像以往那样拼命地挣钱 说不定那天啊 我也会跟这些人一样 被钱财折腾死 我今后啊 绝不再为他卖命了 经历过来 对追求钱财的危害后果 终于看清楚了 是 想到现在 还有很多人 对这事看不透 都在钱财的悬窝里挣扎着 看不到人生的方向 不知道怎么活着才有意义 是 我要把神的末世福音啊 传给更多的人 让人能早日听到神的声音 明白真理 不再遭受撒旦的败坏苦海 我就对家人说 我现在头疼很厉害 以后我就不再参与生意上的事了 家人也同意让我好好养病 我心里特别高兴 从心里感谢神 为我开辟了出路 感谢神 感谢神 2012年春节过后 我就把生意啊 全部交给了丈夫来打理 我也能安心读神的话 尽本分了 心灵里感到了 特别的踏实平安 真感谢神 我的精神面貌 也逐渐好了起来 更奇妙的是 我的头疼病 在没接受任何治疗的情况下 奇迹般好了起来 我心里特别的感动 甚至 这是神医治了我的病 让我免去了病痛的折磨 和精神的璀璨 我立下心知 好好尽本分 环抱神的拯救之恩 感谢神 那之后你一直在尽本分 丈夫看我的病好了起来 就逼着我继续做生意 我就跟他表明了态度 不想再做生意了 那你丈夫是什么态度 丈夫看我不听他的 就用离婚来威胁我 还说如果我继续心神 就不给我钱花 看到丈夫这么绝情 我气得浑身发抖 我的脑海里 又浮现出 小时候被人瞧不起的场景 我真的不想再过那样的生活了 我心里特别地软弱 如果我不信神 我就能继续享受 丰富的物质生活 和别人的高看 如果我选择全是减尽本分 我将会失去 所拥有的一切 我心里特别痛苦煎熬 眼泪不停地往下流 是啊 一边是本分 一边是经营了多年的事业 这个选择挺艰难的 我哭着向神祷告 神啊 我现在非常地软弱 不知道该怎么选择 如果我坚持尽本分 我的事业 家庭 都将会失去 如果我选择了家庭和事业 放弃信神 金本分 我就是一个 没有良心理智的人 神啊 我不想离开你 如果不是你 一步步把我带领到今天 我也不会走上人生的正道 以往 我没有好好追求真理 为你花飞 今天 我不能再辜负你的良苦用心 我想好好追求真理 一直跟随你往前走 神啊 愿你加给我信心和力量 使我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祷告后啊 我看到了一段神的话 嗯 全能神说 你得为真理而受苦 为真理而献身 为真理而忍受屈辱 为得着更多更多的真理 而忍受更多更多的苦难 这是你该做到的 你别因为享受家庭的和睦 而丢掉真理 别因为一时的享受 失去了你一生的尊严 你一生的人格 你应当追求一切美的 善的事物 追求更有意义的人生的道路 这样庸俗地活着 而且一点追求目标都没有 这不还是虚度吗 你能得着什么呢 你应当为一个真理 而舍弃一切的肉体享受 你不应该为一点点享受 而丢掉所有的真理 这样的人 没有人格 没有尊严 没有存活的意义 读着神的话 我感觉 神就在面对面的祝福啊 以后要好好追求真理 别再像以往那样 庸俗地活着了 是啊 之前我没有好好追求真理 没有多读读神的话 把时间和精力啊 都用在了做生意上 虚度了态度的光阴 现在 我一定要好好珍惜 眼前的时间 不管家人怎么拦阻 我也不能放弃 追求真理的好机会 是 我对丈夫说 这些年 我为了挣钱 累了一身的病 如果不信神 我早就死了 我信神走的是一条 光明的人生正道 我既然选择了这条路 就一定要走到底 你不信神 但你不能感受我的自由 态度坚决了 是 丈夫看拦阻不了我 从那之后 就再也不关我了 我做出了这个选择后 心里特别失望 之后我就全时间尽半分了 感谢神 感谢神 可是 当我碰到熟人 开着交车时 我就想到了 自己以往做生意时 开着交车 走到哪里 人都高看 而现在 我却骑着电动车 以往的熟人和客户 现在见了我 也不与我打招呼了 几乎所有认识我的人 都对我冷眼相待 我不仅 我不仅失去了以往的光环 还遭到家人的数落 你说你辛辛苦苦 做了十来年的生意 却拱手让给别人 你不做生意以后 看谁还给你钱花 不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你真是太傻了 听到这些话 应该很受搅扰吧 那些天啊 我每天都心神不宁的 情绪很低落 如果我现在还继续做着生意的话 还能得到人的高看 以后我没有了钱 那该砸生活呀 不知不觉 我又陷入了撒旦的试探中 身不由己地 开始想自己的后路 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经常辗转反侧 睡不着觉 我就开始反思 为什么 每当临到 钱财名利地位的试探时 我的心总受搅扰呢 我就很想找到 这个问题的答案 后来啊 我看到神的话说 哦 全能神说 有钱能使鬼推磨 这是撒旦的哲学 在人类当中 在任何一个社会当中 这句话都很盛兴 能说成是潮流 因为这句话灌输在 每一个人的心里 人从开始的不接受 到接触现实生活的时候 就默认了这句话 感觉到这句话是事实 这个过程 是不是撒旦败坏人的过程 撒旦就是利用金钱引诱人 把人都败坏成崇尚金钱 崇尚物欲的东西 人崇尚金钱 都有哪些表现呢 你们是不是认为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钱活不下去 没有钱 日子一天也过不下去呢 人有多少钱 地位就多高 人有多少钱 就多尊贵 没钱的人 腰板就不硬 有钱的人 地位也高了 腰板也硬了 说话也可以大声了 可以嚣张地活着了 这句话 这个潮流 带给人的是什么呢 好多人 是不是为了挣钱 不惜一切代价呢 好多人 是不是为了 得到更多的钱 而失去尊严 失去人格呢 好多人 是不是为了挣钱 而失去了尽本分 跟随神的机会呢 失去了得真理 蒙拯救的机会 这对人来说 是不是最大的损失啊 撒旦用这样的方式 用这一句话 就把人败坏到这个程度 撒旦的用心 是不是险恶呀 这招是不是很恶毒啊 就流行这么一句话 从你刚开始 对这句话不以为然 到你认为 这句话是真理为止 你这个人的心 就彻底被他夺去了 所以说 你也不由自主地 为着这一句话去活着 这些话挺发人深信啊 是 通过神话语的解释 我找到了 自己始终不能挣脱金钱 名利捆绑的根源 回想小时候啊 父亲就经常教导我 咱家穷 你长大后啊 一定要多挣钱 为你爹挣口气 咱家有了钱啊 才能被人瞧得起 父亲的话 就像座右鸣一样 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里 回想这些年啊 我一直凭着 有钱能使鬼推磨 钱不是万能的 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这些撒旦毒素活着 认为有了钱 才能挺起腰瓣说话 才能被人瞧得起 为了能被人高看 我每天就像 一不挣钱的机器一样 没白没黑的连轴转 累了困了 也不舍得去休息 病了也不舍得去看病 生怕错过任何一笔生意 一心钻到千眼里 是啊 每次当生意和聚会 发生冲突的时候 我都先把家里的生意 安顿好再去聚会 从来都没有把追求真理 金本分放在第一位 生意忙的时候 我就直接不去聚会了 我现在钱财中不可自拔 变得越来越贪婪 越来越堕落 接着生话语的揭示啊 我才看清 撒旦用这些毒素 苦害人的险恶用心 就是想利用人 追求钱财名利的野心欲望 来残害人吞吃人 如果神不把撒旦的 险恶用心揭露出来 我真的难以识破他的诡计 还会继续卷在 钱财的漩涡中 为他埋名 确实是啊 很多人都陷在 追求钱财的野心欲望当中 对撒旦的诡计看不透 有钱没钱的 活得都很痛苦啊 是啊 经历后啊 我深深体会到 拥有再多的钱财 物质的享受和人的高看 内心也是虚空痛苦 活着没有丝毫的 价值和意义 是 我如果还不能 放弃眼前的利益 死抱着钱财不放手 那到头来 我就得活活地 被钱财折磨死啊 是啊 人不信神 不明白真理 就看不透这些事 一个劲地追求钱财 最终被钱财苦害断锁 是 今生 我有幸跟随了神 又亲耳听到了 造物主的亲口发声 尽上了手造植物的本分 这是我一生中 最有价值 最有意义的事 是 我不能为了追求物质享受 和人的高看 而丢掉真理 信神敬拜神 才是我的追求目标 是 现在正是福音工作 大扩展之际 我作为一个受造之物 就应该尽到自己的责任 和本分 把福音传扬见证出去 让更多的人 得到神的救恩 这才是我活着的 价值和意义 阿们 明白了神的心意后 我不再受钱财的影响了 当我再去娘家的时候 家里人也不数了 我不做生意了 有时还会给我一些生活费 我甚至 这都是神对我的恩怠和怜悯 是 从心里对神充满了感激 阿们 想想这一路走来啊 如果不是神话语的带领 我不会摆脱 有钱能使鬼推磨 这个撒旦毒素的控制 更不会放下生意 选择尽本分 我也明白了 金钱名利地位 车子房子等等 一切物质的东西 都是过眼云烟 是啊 只有追求真理 凭神的话活着 金上塑造之物的本分 这样的人生 才是最有意义 最有价值的 是啊 正如神的话说 人在世界上搞事业 脑子里想的 全是追求世界潮流 追求名利 追求肉体享受这些事 言外之意是什么 就是你的精力 时间 青春 全部被这些东西占有 消耗着 有意义吗 最终得着的是什么 就是得着名利了 也是虚空 那换个活法呢 你的时间 精力 你的心思里存的 都是真理 原则 所想的都是怎样尽好本分 怎样来到神面前 等等这些正面事物 你的精力与光阴 都是为这些正面事物付出的 那你所得的就不一样了 你所得的 是最实惠的东西 你就知道怎样活着 怎样做人 怎样面对每一样人事物 你知道了怎样面对 每一样人事物 这很大程度上 会让你很自然地 顺服神的摆布安排 你能很自然地 顺服神的摆布安排 你不知不觉 就成了神所悦纳 神所喜爱的人 你看看 这是不是好事 也可能你还不知道 但是在生活的过程中 你在接受神话语 接受真理原则的过程中 不知不觉 就按着神话语活着 按着神的话 看人看事 做人做事了 那你不知不觉 就顺服神的话了 顺服神的要求 满足神的要求了 那不知不觉 你已经成为 神所悦纳 神所信赖 神所喜爱的人了 这好不好 所以 你的精力与时间 光阴 为追求真理 为尽好本分付出 最终所得的 是最有价值的 这话可真好啊 是啊 看了神的话 我更加明白 追求真理的价值和意义 虽然 我现在不如之前 那么富有了 也不像之前 穿得那么光鲜亮丽了 但我想受到的 是神生命的供应 这是用再多的钱 都换不来的 回想这些年啊 我一次次的 背逆神 伤身的心 多少次 为了追求钱财 而拒绝神的救恩 没有好好珍惜 尽本分的好机会 但是神 一直都守候在我的身边 在等待着我的回转 没有放弃 对我的拯救 当我不做生意之后 神没让我动着 也没让我饿着 一直都在 无为不至地供应着我 神的拯救之恩 我数算不安 更报答不安 今生选择了跟随神 我永远不后悔 感谢神的拯救 一切荣耀归给神 感谢神 听了你的经历啊 确实发人深信 我们穷迹一生 追求金钱名利 到头来 非但不能幸福 反倒遍体鳞伤 还会因此失去 跟随神蒙拯救的机会 是 能看透钱财名利的实质 从中走出来 真是感谢神的带领啊 感谢神 谢谢你与我们 分享你的经历 感谢神 也谢谢观众朋友 收看我们的节目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